3 2 1 请启动 新北市购游礼活动正式启动 市府推出的新北购游礼活动 民众只要在新北市设立营业登记 或是税籍登记的店家 单笔消费满300元 就可以登录发票参加抽奖 金发局长何一鸣表示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新北市从109年开始 就推展各项措施和活动 来提振疫后的地方经济 今年的新北购游区主打休闲旅游 即日起推出了抽奖区新北购游礼活动 推出了千份的抽奖奖品 而且使用电子发票 还享有双倍的抽奖机会 活动期间到指定场馆消费 抽奖机会还有三倍送 预计要带动70亿元的商机 此外在我们这一次 总共有两次的抽奖机会 第一次是11月7号 第二次是112年的7号 1月7号 那在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也针对我们的工友场馆 比方说文化博物馆 以及观光工厂体育场馆 来提供消费能够获得三倍的一个抽奖机会 那希望在这一波促进整个新北市的经济消费的成果达70亿元以上 那欢迎各位民众到我们新北来消费 享受我们新北的好山好水 以及我们在新北各项的去游活动 而提到疫情影响的部分 何一鸣表示 今年深坑商圈9月份好多幅活动 来客观光数就达到10万人次 带动千万元商机 相信所有的店家都已经做好准备 要有效来提振庶民经济 我想我们的所有的商家 观光工厂以及商圈 都已经为了这一次的经济活动促销 以及各项刺激消费做好准备 尤其是我们在店家以及重点商圈的部分 也推出了各项的活动 那欢迎民众到我们的商圈来消费 金发局表示 第一波在11月17号要抽出百万元的休旅车 捷安特电动辅助车 电动机车 也赢大礼包以及多项的3C产品 第二波会在112年的1月17号 抽出价值超过450万元的露营车 任天堂Switch 65寸4K电视 以及多项的饭店礼券等毫礼 民众越早消费 消费越多 中奖的机会就越大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